先炒这个花生 炒花生 对 要把这个花生香味炒 对 把它炒香 炒到金黄之后呢 然后让它冷却 然后把它外面的那个衣 把它给去掉 那不用加点油吗 不用 因为本身花生它自己是有油质的 所以不需要加 因为它可以炼油的 花生油质的 会不会颠锅 你 你很重 小心 小心 这个姿势看不够专业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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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我来吧 哎呦 哎呦 这样也好 哎呀 差距 这就是差距 要让它冷却 然后我们再把衣给去 好 本身含有饱满油脂的花生 经过快速干边 本身的香味被激发 用同样的方法 再把辣椒 大蒜逐个炒香 这个时候 该味道调查员一亮手艺了 这个步骤需要到你了 把这个花生它已经蒙了 我们把那个衣给它去掉 然后同样的你把它粽碎 转那行 你负责帮我负责出 来 导成花生碎什么 对 碎一点的话呢 它做出来的那个花生架 它就会起姜 然后就会比较好吃 嗯 嗯 接下来就把我们干葱的蒜头 导蒜啊 这个是真在导蒜了 对对对 轻易 对对 轻易 很大进来一起 对 不行 换着手 换着手 各种食材经过细致研磨 已经细如粉状 与锅里融化的糖水 太厚也不行 它烤不熟 不熟 然后味道也不好吃 嗯 大概就是一个10米的一个宽度 先放一点点盐跟糖 对 放一点点糖 然后盐 然后呢再来一点点我们的酱油老抽 然后再把我们的那个蒜泥 然后葱泥 我们的沙姜粉 最后再来一点点的白醋 啊 提味的啊 就让这个肉更嫩 对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一般我们是要腌制四个小时以上 咱们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啊 感觉这个肉的颜色更加的鲜亮 配合咱们这个芭蕉叶 一红一绿啊 搭配起来感觉这个四择 这种冲击感非常强 哇 猪肉切块 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基本调味 再加入冲碎的蒜泥 沙姜粉增香 作为容器的芭蕉叶 也贡献了一缕清香 肉块需要腌制四个小时左右 如此费时费力的烤肉 在烤制的过程中 那也是颇多讲究 馋子啊呀 这个是咱们今天一起劳动的心血 那点方出口先尝尝 来 这块给你 谢谢 幸福的一天 终于吃上这好吃的肉块 你可以要领一点 今天我们做的那个花生酱 对 然后呢 我们是用了一点热水把它和开 就吃的时候你可以 好 调一调 对 撒一点点那干葱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挤一点点那个柠檬汁 那吃起来就比较解腻了 那它的这个复合的口感 已经非常香了 超出的我对肉串的理解 因为我们平时吃肉串 可能只加点孜然或者辣面 但这次的这个肉串 它的酱我们精心调制之后 吃出了很多种的味道 包括酸啊 辣 还有一点点鲜的味道啊 全都融合在嘴里面 感觉特别舒服啊 必须要尝一下 必须尝了啊 尝尝 确实不错 得到您真传了吗 叔叔 差不多了 我觉得能说父亲嘴里 听到差不多三个字 就是你就是最高的口 就已经变了 这吃的都比较银 银银银银银银 经过火的制烤 肉串里浓郁的肉香味散发出来 抹上一层沙爹酱 撒上葱蓉 再滴上几滴柠檬汁 有酸有辣 有香有甜 复合的滋味充满口腔 这个味道对于小芳来说是创新 但是对于薛叔叔他们来说是回忆 我记得我 我记得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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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